大家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介意這個部分的 請不要客氣 台灣人很有禮貌 可是有禮貌不是用在這種地方 自己的權益受損的時候 記得要反抗 所以這是題外話 後面還會再提醒大家 所以女生 女生她們以前沒有什麼地位 可是當時一次世界大